屋于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杜勒斯机场 从国际访客的流量来看 是全美第九大国际机场 根据统计 去年有320万名国际访客 从这个机场入境美国 换句话说 平均每天有将近8800名国际访客的流量 这个数字并不包括美国的国内旅客 美国海关官员唐宁告诉美国之音 从杜勒斯机场入境美国的外国游客当中 大约15%来自中国大陆 而预计这个数字今年会大幅增加 唐宁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海关已经准备好迎接增加的中国游客 他说 每天从杜勒斯机场入境美国的国际旅客 大约有15%来自中国 这个数字今年可能增加到20%到25% 这意味着飞机班次增加 有助于美国经济和旅游业 航空公司会很高兴 海关也会很欢迎 并且愿意处理入境旅客的手续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今年1月19号 签署行政命令 希望把在中国的签证处理能力提高40% 美国驻华大使陆家辉说 新的缅面谈事行计划 适用于持有BC1DFJM以及O签证的中国公民 他允许美国领事官员对失效签证 在48个月内进行拒签 并且对签证种类与上次一样的合格 非一名签证申请人免去面谈 压抑美国居民钟女士告诉美国之音 放宽中国游客赴美清政 有助于美国的旅游业 振兴美国经济 她说 你知道有许多国际旅客到美国旅游 没有理由不欢迎中国游客 这有助于美中文化交流 我觉得开放更多中国旅客入境美国 是个很棒的决定 不过华裔海关人员林威廷担忧 这个措施对国家安全的影响 她告诉美国之音 我相信放松外国游客入境美国 有利于促进国家经济 但是我不确定从国家安全角度来看 这是否有助于国家安全 跟印象中隐藏机密的神秘面杀不同 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 希望以开放透明的资讯 教导国际旅客如何事先准备好相关的文件 顺利入境美国 有了国际访客就有现金与食品跟着入境 甚至昆虫与毒品 美国联邦海关及边境保护局的主要工作之一 就是查起非法走私的物品 没收违法的食品 根据统计 去年杜勒斯机场查获102磅价值达330万美元的可卡因 大约3万件违法入关的农产品 还有656只被查验到的昆虫被送交农业部检验 是否对美国生态造成不利的影响 吴瓦利是在海关工作的农业专家 经常碰到外国访客想要携带入境千奇百怪的农产品 在他的严格把关之下 来自禽流感 中流感疫情国家的罐装鸡粉和肉类产品 一律不准入关 旅客如果携带1万美元以上的现金入境就必须申报 只要诚实申报100没事 根据统计 杜勒斯机场去年没收了价值大约21万美元有问题的现金 被没收的钱以及被查获的食品 新鲜蔬果怎么处理呢 会不会进了海关人员的口袋或者武藏庙呢 当然不会 海关继边境保护局对外关系专家沙普说 海关会圆圆本本交给财政部处理 或者定期摧毁违法的食品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行政命令 并且宣布合格的中国游客赴美签证免面谈计划之后 今年前几个月 美国处理中国公民赴美签证的数目 跟去年同一时期相比增加了48%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 张宋林的采访报道